最近一个月,赵丽颖似乎被某些别有用心的狗仔盯上了,时不时的就被曝出各种照片,又是逛街,又是吃饭,而身旁的这位男伴,却一直都是冯少峰,于是便有不少网友猜测两人是否正处于热恋中在约会。 但是,两位当事员,都没有对此事做出回应,两人多次会偶遇被拍也就算了,而现在更过分的是,有两人恋爱的消息,又非,转到赵丽颖一次怀孕,而二人的飞门再次登上微博热搜吧,取名为赵丽颖小夫,这个热搜才是真正热恼了咱们的银宝。 赵丽颖在一天之内,烧陷了十四次,估计也是非常的着急气愤,最后也是忍无可忍了,才去把去年发的一个微博置顶了,看这个微博的内容就知道,她是在回应传闻了,里面说,哪有什么偶遇,其实就是你走着,我也走着,然后你掏出了手机,我要把自己拍打,然后配涂了几张表情包,虽然只是简单的回应, 但也算是打脸了那些造谣之人,否认了怀孕的传闻,而对于这个银宝的这个回应,一些粉丝们这,确实是赵丽颖的风格,别看她外表一副若若可欺的样子,骨子里可是很刚的呢,可能这些人越逼她,她就越不会讲,她就是这样一个性格的人,不在意别人对她的看法,而还有一些搞怪的粉丝们, 则宠溺的说,银帽太懒了,都不愿意多发一条微博澄清,直接置顶,这么简单粗暴的方式,对得起赵小道这个名号呢,最近将会有一部赵丽颖冯少峰合作的一部剧之否,之否,因是绿肥红兽,即将上映,有很大的可能性,是在为宣传新剧,呢? 其实,现实中赵丽颖是个非常努力上心的演员,演技也值得称赞,但是一直以来都是单身嘛,所以不管这次被曝出的恋情是真还是假,只要赵丽颖自己喜欢就好了,而且他们两人还是蛮般配的啊,不管怎样,野火虫们还是要一直陪着她呢。